本是名声最烂的职业,为赚钱不要底线,千年后依然活跃在世界各地,在我们大家公认对海盗的看法,是海盗是在海上的盗贼专去抢劫一些大型装满货物,财富,枪支等船支海盗的开始,形成到现在的壮大,也具有深厚的历史了。 海盗具有深厚的历史海盗从形成,也是经历了许许多多海盗海盗及海上的强盗,因此海盗的形成一定与人们下海,是有关的因此,也正是因为人类的下海,才有海盗的形成我们都知道。 再不出名,的海盗,也不会是仅仅几个个体,都是以海盗团伙,自称,的即使现在很少有出名海盗团伙,但是成百上千年之前,的海盗是一定有的我们都相信在多年之前的一些海边城市。 由于临海交通方便这便也造成了工商业特别超前金融发达而更是因为这些原因,这些城市便成为了一些海盗。 远中的目标,从古到今,有过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海盗团伙,我们从许多书籍中都可以了解到一些著名的海盗资料。 我们在书籍上,一定阅览过这么一位海盗他以黑胡子,自称自己也许是由于自己对自己胡子的偏爱,也可能是外人对他的称呼。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爱德华帝奇他做的一些事迹,实在让人十分痛恨,这也让人们深深的把他名字牢记在心。 由于18世纪初的时候,海盗十分活跃,并且数量庞大并且由于国家的不安稳,这就更加纵容了海盗的发展。 这时,帝奇带着自己的海盗团伙便开始行动了刚开始,帝奇只是带领着自己团伙在海上抢劫一些船只。 由于得到了大量的财富之后,他们便对一个由政府军队驻守的港口下手了。 由于政府的军队并没有在此布置大量的军队和军事设施因此,帝奇团伙很容易就占领了这个港口,并创建了自己的根基,并获得了大量的船只和帆船。 可能大家也听说过,这么的一位海盗他的名字,叫做萨姆贝拉米,他是委内瑞拉的一名大海盗,在一次抢夺一艘船中,获得了大批象牙,西班牙钱币,武器,金砖,糖等。 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当不幸的,是他在两个月后一次海上风暴中遇难了,此时他年仅28岁,因此也被称为海盗王子,但是他所掠夺的财富。 最后人们也将其用到了一些正规的途径之中,用于发展国家了。 在世界的历史上,还有这么的一位海盗他的名字,叫做巴沙洛妙。 罗伯茨由于他的残忍,很辣的性格也造就了他的一代辉煌,他拥有十分庞大的海盗团伙,抢夺了大量的商船,拥有了几百艘船,只与别的海盗不同的是,他不仅只抢劫普通民用商船, 他连政府国家的船只也不会放过,由于他残酷的性格,他将其抢劫过的船只掠夺走之后还将其船上,的所有人杀害因此,只要是他所掠夺的船只上面,的船员也全都遇害了。 一位大的海盗头头,我们大家一定非常清晰。 但后摩根船长开始的时候,摩根船长在加勒比海域横行霸道,最后他做了一件轰动全世界的大事,那就是将巴拿马抢劫了摩根船长。 去从事海盗,也是小时候生活受到了一些冲击的影响。 摩根船长,小时候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家中,长大之后成为了船上的一名船长。 后来在一次活动中,用于种种原因被西班牙的海盗将其所在的船只抢劫了。 这也造成了他心中的报复心理,也因此坐上了海盗并成功抢劫了西班牙商队。 有一个兄弟俩组合海盗团伙,名叫红胡子兄弟他们团伙活动地点,在北非袭击了地中海大量的地方,也获得了大量的财富。 当时还有两个著名的海盗团伙,叫做约翰·莱克汉姆和阿尼·鲍尼团伙。 莱克汉姆,原本是一名小的海盗,由于与海盗头目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他与大量的人发生了叛变。 而阿尼是一位世界上很少存在的女海盗,开始的时候,她是莱克汉姆手下的一名小海盗,由于种种原因也更是因为阿尼的自傲。 最后,被英国的军队俘虏将其杀害了。 其实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过一位女海盗他的名字叫做郑石氏,但他是由于种种原因被迫才做的并且最后也归顺了国家。 其他还有一位海盗,原本是国家军队的船长,后来成为了海盗又被政府处死了。 他的名字叫做威廉姬德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不再有海盗的出现。 但是并不是在这之后,没有了海盗的存在在之后的某年某个夏天,海上飘着一艘装满尸体的船只,这更加的说明海盗并不是从那以后并不存在了,而是他们用着更先进的方法、手段、武器等匿名的生存在海上,对海上的船只造成了更大的威胁。